混沌剑神第3907章 七阳陨落 此刻 尘封元神兽创 对外界的感知已经降到了最低 面对剑城这块若闪电的致命一击 已经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 Pull 最终 绽放出赤目光芒的利天剑 深深地刺入了尘封的元神之中 那堪比先尊敬一重天的五重叠剑之威 不费吹灰之力 便将尘封的元神斩成粉碎 封氏家族一位修为真挚先尊敬一重天的老祖 就此身孕 两道玄剑器 尚品神器利天剑 外加感悟至第五重的百重叠剑 使得剑城能够以极短的时间 便斩杀一位先尊敬一重天强者 当然 在这三大优势之中 玄剑器是绝功至伟 正是因为有了他对敌人元神所造成的影响 才给剑城创造了一击必杀的良机 封氏家族内 你是第一个死在我手中的先尊敬老祖 但绝不是最后一位 剑城神色漠然地望着尘封的尸体 尽管已经陨落 但他身上的那股先尊之威依旧没有消散 洒落而出的每一滴血液都充斥着强大的能量波动 若是没有一定的修为 甚至连尘封的尸体都无法靠近 尽管已经陨落 但他的双目依旧没有闭上 那双已经涣散的 眼睛瞪得圆鼓鼓的 似乎死不瞑目 他到死都没有明白 封氏家族和剑城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 宗主似乎有别的先尊朝着这里赶来了 千魂魔尊的身影出现在剑城身边 他目光凝望远方 在肉眼和神石都无法触及的区域 他已经隐隐感觉到强大的能量波动 剑城微微点头 他将尘封的尸体收入了太初神殿内 然后让千魂魔尊出手 简单地处理了下这里的痕迹与气息 然后便催动顿天神甲的隐秘能力 整个人翘无声息地隐秘在虚空之中 就在剑城刚消失不久 两名先尊敬义重天强者便来到了此地 他们站在大战爆发的中心处 皱着眉头四处打亮 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其中一名先尊开口 仔细地感知这片天地 可除了虚空中那尚未恢复 宁静的狂暴灵气 以及四周被摧毁殆尽的丛林外 便没有别的发现 很快 先后又是几名先尊抵达了此地 他们或是两三人一组结伴行 或是独自一人 你们说 会不会是杨与天 很多痕迹都被抹去了 再加上摩天界大阵的影响 已经无法回溯这里的过去 在这里大打出手的人 究竟是谁 为何连离去时的气息与痕迹都没有 多半是杨与天了 快 以此地为中心 地毯是找过去 再耽搁下去 他就逃得更远了 接下来的几日 剑尘借助顿天神甲的隐秘四处隐藏 他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时刻 让自己的状态保持在最巅峰 为争夺剑道种子做准备 这一日 正在转移位置的剑尘 突然停了下来 眉头紧皱 他以灵气为眼 发现自己的前后位置 都有先尊敬老祖堵截 此刻 他们在挥洒自身修为之力 一路狂轰烂炸地朝两头接近自己 不巧的是 他此刻所处的山路 数万里距离都没有岔路 摩天界内阵法重重 限制诸多 任何强者在里面移动 都得依照山路循规蹈矩的行动 甚至都不能高空飞行 只能低空掠地 没有选择了 只能一路杀过去了 剑尘目光一冷 露出决然之色 身形一晃 朝着前方飞驰而去 杨雨天 你究竟躲到哪里去了 此刻 修为真挚 先尊敬二重天的七阳老祖 正强忍着内心的急躁 催动修为之力 一遍又一遍地打向四周 引发阵阵能量风暴 他的目光 也是不停地扫视 神识与肉眼并用 密切关注周围 哼 又是一团精纯的能量 轰击在那 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山壁上 令这片区域的虚空都在剧烈震动 然而这一次 在那猛烈震动的虚空之中 一名身穿战甲的身影 悄无声息地浮下出 在那凶猛的能量风暴中 显然有些飘摇 正是剑尘 嗯 七阳老祖立即捕捉到剑尘的身影 其神色明显微微一正 下一刻便露出狂喜之色 道 杨雨天 总算找到你了 这次你别想逃掉 七阳老祖已经知道了剑尘的隐匿能力 因此 为了防止剑尘再次顿入虚空中 他毫不犹豫地爆发出全部的修为之力 在极力扰乱这片区域的虚空平衡 同时一个闪身来到剑尘面前 手掌间带起强大的能量波动 拍向剑尘 老夫知晓杀不了你 但只要能将你拖住 不让你逃走 带更多的道友赶来时 你可就插翅难飞了 七阳老祖哈哈大笑 四憋在心中的一口浊气 终于得到了释放 剑尘七阳老祖这一击 剑尘不为所动 可就在七阳老祖那 带着滔天修为的一掌 即将击中剑尘时 一尊高大的黑色魔影 悄然出现在剑尘面前 他很是随意地伸出 那宛若蒲扇般的巨大手掌 而后猛然一握 将七阳老祖的手掌 直接给包裹住 两股强大的能量 在猛烈碰撞 令得附近虚空 剧烈扭曲 阁下 你是何人 七阳老祖满是惊讶地 望着突然出现的 千魂魔尊 然而下一刻 他脸色猛然一变 惊呼道 不对 进入魔天界的仙尊中 根本没有你的存在 你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速战速决 剑尘淡淡开口 下一刻 他毫不犹豫地 动用两道悬剑器 直接攻击七阳老祖的原神 啊 七阳老祖顿时发出惨叫 原神剧烈摇曳 剧烈的痛楚 令他脸色瞬间发白 千魂魔尊 结结怪笑 而后整个人化作一团黑雾 瞬间侵入七阳老祖体内 从原神上 对其展开灭绝性攻击 一时间 七阳老祖怒吼连连 他双手抱头 面露痛苦和凝针地 在原地上蹿下跳 身上气息飞速波动 然而 仅仅数个呼吸的时间 七阳老祖便停止了一切挣扎 身上那紊乱的气息 也变得宁静起来 他的眼睛呼得睁开 那是一双充满了 强烈魔气的漆黑双眼 结结结结 宗主 我们可以走了 千魂魔尊的声音传出 下一刻 滚滚魔气 从七阳老祖身上弥骂出 再次凝聚成千魂魔尊的身影 而七阳老祖的身躯 则是直挺挺地倒了下去